近期 法国防长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 证实了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首批幻影2000战机 已在2025年2月6号运抵乌克兰 这无疑是乌空中力量的又一加强 在此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在去年就已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这款先进战机 并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了数个月的培训 如今 首批战机的交付标志着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进入了新的阶段 所以今天大兵就来详细聊一聊 乌军在拿到这批幻影2000后 又会如何进行部署和使用 该战机和乌军已有的F-16又会如何搭配呢 说到幻影2000战机 想必各位应该一点也不陌生 毕竟作为一款曾经和F-16角逐一起叱咤风云的明星战机 性能参数配置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 所以大兵这里就长话短说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一下 幻影2000战机在世界第四代战斗机中属于较为出色的佼佼者 由法国的打索公司设计并生产 幻影2000是以独特的五尾三角翼设计和卓越的多用途性能而闻名 这款战机不仅是法空军的中间力量 更出口多个国家成为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明星产品 20世纪70年代 法国空军正试图寻找一款能够取代幻影三型战机的全新战机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战场环境和潜在威胁 法国国防部对新战机是提出了更高要求 例如要具备出色的空战能力 要兼顾对地攻击侦查等多种任务 在此背景下 打索公司是启动了幻影2000的研发项 幻影2000采用了五尾三角翼布局 这种配置使其具有优秀的超音速飞行能力和机动性 该机配备了一台Sensamer M53P2涡轮风扇发动机 提供强大的推力 使其能够达到2.2马赫的最高速度 在航电系统方面 它装备了先进的雷达导航系统和电子战系统 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 此外 幻影2000还可以携带多种武器 包括空对空导弹 空对地导弹 炸弹等 能够执行多种任务 从诞生以来 幻影2000系列战机就不断发展壮大 衍生出了多个型号 其中 幻影2000C是基本型 属于单座战斗机 主要用于防空作战 幻影2000B是双座教练型 用于飞行员训练 目前最常见的便是幻影2005 是最新的改进型 换装了更先进的雷达和航电系统 作战能力获得了显著提升 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幻影2000 便是该型号战机 在海湾战争中 它的表现格外出色 法空军使用幻影2000 执行了大量的战斗任务 取得了极佳的战果 在科索沃战争中 幻影2000同样表现出色 完成了各项任务 此外呢 它还参与了其他一些地区冲突 经受了实战的考验 除了性能强劲外 幻影2000 还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战斗机之一 除了法国空军外 还有多个国家空军是装备了它 包括希腊 印度 秘鲁 卡塔尔 阿联酋等国 这款战机的成功出口 也为法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提升了法国在国际军工领域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呢 在幻影2000刚问世的时候 确实能和F16一较高下 属于较为出色的四代机 但是随着F16的不断升级 幻影2000的光芒 便逐渐被掩盖了 即便如此 它依旧是一款性能可观的战机 但是当幻影2000和F16进行搭配组合时 这两架战机却能发挥出 1加1大于2的性能 因为在现代空战中 单一型号的战斗机 往往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 为了充分发挥不同战机的优势 实现更高效的作战效果 各国空军都在积极探索 不同型号之间的协同作战模式 幻影2000和F16是两款各有所长的优秀战斗机 通过合理的搭配和协同作战 可以发挥出强大战斗力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聊一聊 这对空中搭档的强大潜力 幻影2000和F16都具有先进的航电系统和数据链能力 这是实现协同作战的基础 通过数据链 两架战机可以实时共享战场信息 包括敌方目标的位置 数量 类型等 此外两架战机还可以共享传感器数据 例如雷达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等 从而扩大搜索范围 提高对目标的探测和识别能力 幻影2000和F16在任务执行方面也是各有侧重 通过合理搭配以实现优势互补 它还可以凭借其高空高速性能和优秀的机动性 更适合执行制空作战 拦截等任务 在制空作战中 幻影2000可以利用其高速和机动性 快速抢占有利位置 与敌方战斗机进行格斗 夺取制空权 在拦截任务中 幻影2000可以利用其高速拦截能力 快速接近敌方目标 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而F16具有更强的多用途能力 在对地攻击 近距空中支援等方面表现出色 在对地攻击任务中 F16可以携带多种精确制导武器 对敌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在近距空中支援任务中 F16可以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 压制敌方火力 掩护地面部队的行动 因此在执行联合任务时 可以由幻影2000负责夺取制空权 为F16提供安全的作战环境 然后F16再执行对地攻击等任务 这种优势互补的情况能极大提升空战的效率 幻影2000和F16在性能方面各有优势 通过搭配使用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 弥补各自的不足 幻影2000在高空高速飞行和近距格斗方面具有优势 它的高速性能使其可以快速到达战场 并迅速和敌方战机展开格斗 优秀的机动性使其在格斗中更具优势 而F16在中低空的多用途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方面就更强 F16可以携带多种武器 包括远程空对空导弹 空对地导弹 炸弹等 具备强大打击能力 通过搭配使用可以充分发挥两者优势 比如在空战中 可以由幻影2000利用其高速和机动性吸引敌方战机 然后F16利用其远程导弹进行超视距打击 除了性能互补外 双方的装备也可以进行互补 幻影2000和F16在装备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可以通过互补来提高作战效果 幻影2000通常配备米卡空对空导弹 射程相对较劲 而F16可以携带AIM120等远程空空导弹 在执行空战任务时 可以由F16携带远程导弹进行先发制人 然后幻影2000再利用其禁具格斗能力进行补充打击 在实战中 幻影2000和F16的协同作战已经得到了验证 例如在海湾战争中 法空军的幻影2000和美空军的F16 曾多次协同作战 成功完成了多项任务 总的来说呢 幻影2000和F16是两款优秀战斗机 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 而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搭配和协同作战 发挥各自的优势 实现更强大的作战效能 通过任务搭配优势互补和装备互补 幻影2000和F16可以成为空中力量的完美搭档 在现代空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 乌军拿到这两款飞机后 又会如何进行部署和应用 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表示 这些战机将前往法国西南部 吉伦特省的卡佐安装测试新的电子对抗和空对地作战设备 并在25年第一季度前交付乌克兰 此外 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针对换引2000战机的相关培训仍在继续 关于法国向乌克兰援助战机这一事 较早的传闻是可以追溯到2023年初 时任法国国民议会和国防武装部委员会主席的托马斯·加西约 在23年1月27号发表讲话称 法国政府可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迫切需要的战斗机 当时外界猜测 法国提供的可能是 法空军退役不久的换引2000C或者经过升级的换引25F 也有可能是其他来源的退役换引2000 而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方面呢 甚至宣称阵风战机的转让也在讨论中 而法国正式确认援助乌克兰换引2000 则是在去年的6月6号 根据法国24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公开确认 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换引2500战机 并在法国培训乌克兰的空军人员 除了援助战机外 当时马克龙还表示 将为乌克兰培训约4500名士兵 美国战区网站在对此的报道中称 目前希腊已于最近宣布退役部分换引2500 卡塔尔空军的换引2500机队则已完全退役 并尝试寻找包括专业假想敌公司在内的买家 不过由于目前所宣称的援污时间表 这些飞机都很难实现 明年初交付乌克兰的可能 因此这些飞机大概率将会由 法空军剩余的现役幻影2500F机队中抽掉 幻影2000交付给乌克兰后 预计会很快参战 法国向乌克兰援助的是幻影2500F型 是该系列的最新改进型 可以配备米卡空空导弹 空战能力较强 据媒体透露 法国计划援助乌克兰26架 幻影2000 目前首批抵达的大概有6架 法国方面对此也未作出回应 那么大兵估计 大概是在6到10架左右 由这几架幻影2000的加入 预计将显著提升乌克兰空战能力 此外 幻影2000还可以挂装和投掷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 和斯卡普EG空射巡航导弹 对一线俄军 以及作战前沿纵深区域内的 高价值目标有较大威胁 首批交付给乌军的 幻影2000战机数量并不太多 在乌克兰国内需要进行适应性训练 但法国可能会同时援助 空对空导弹和其他精确制导武器 不排除乌克兰空军接收战机后 会冒险投入战斗 试图通过尽快取得战果的方式 撬动其他北约成员国更多的队伍军援 为了提振士气 乌军高层或许会让幻影2000较快的参战 最后大家认为幻影2000和F16的组合 能否在俄乌战场上打出精彩战斗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大兵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